三支是对数函数及其图形 习题第一题 是做下列各个函数的图形 第一小题 y等于以四为底的logx 第二小题 以四分之一为底的logx 好那这边的话呢 跟指数是一样的 我们一样要取点点 好那以第一题来看 我们呢取五个点 第一个点当然是我们最喜欢的零 好所以呢 我们的y取零 x的话呢会等于多少 四的零次方 好我们对数呢 我们就把它当成是指数来看 以四为底 好以四为底的logx 那这就是x会等于四的y次方 好所以 以y等于零的话呢 x就等于 四的零次方 四等于一 好那再来呢 y如果带一 那四的一次方是四 y如果带二那就是十六 好那如果是负一跟负二呢 是不是就是四分之一跟十六分之一 好那我们这边呢 好那我们这边呢 把点点标上去 10 然后呢 41 好那十六二呢 非常之遥远的嘛 所以 就 假装个大概 好那再来呢 是四分之一 在负一这里 然后十六分之一 在负二这里 好 所以呢 这些点点呢 你可以把它连起来 好连起来这一条呢 就是以四为底的logx 好那第二小题的部分呢 y等于四分之一为底的logx 一样的我们把它变成指数来看 好四分之一的y次方等于x 所以四的负y次方等于x 那我们一样找点点 好一样的 y带零的话呢 x会等于一 好 四的零次方嘛 好那如果我带一的话呢 四的负一次方叫四分之一 那二的话呢 四的负二次方叫十六分之一 好那如果负一负二呢 负一带上去 负负的站税变四的一次方 所以叫四 那如果带负二呢 变负负的站税变四的二次方 好所以叫十六 好那要我们把点画上去吧 一零 然后呢 四负一 十六负二 然后一零 四分之一 再一 十六分之一再二 好那这个图呢 这其实对数跟指数的图都不是很好画 所以 来吧 好 这是第二小题 y 等于 四分之一为低的 log x 好那这样我们图形呢 就画完了 好那 好那